這是有名的湯峰大廟 大廟米當然有很多好吃的味道 現在來到廟前的新民雞 新民雞是老雞 這有一間有名的米粉湯和肉圓 粥粉麵飯其實是香港人比較少 店家說我沒去過 但是人手沒要增加 所以你要自己煮做 不用吃人 叫大家做自己自煮 這個過客飯 有什麼叫做過客 過客飯 本來是過油的飯 但是因為有一個過客 他非常懷念這味 所以改名最主要是過客飯 前面的飯是中條肉圓的 中央把它中心調整 然後拿到它來南飯 這樣吃起來就有甜 鹹 鹹 鹹 煮味讓人印象非常親切 哦 有這種電視節目來幫你問過 誒 這就是最近的事 嗯 這樣這間出名了 哦 今天請看 今天請講 一些東西 看起來的老闆娘 有沒有人真好摸 哦 新鳴肉圓 米粉湯 遠波馳敏 響彈 當當 冰客品嘗 吃光光 特使留戀 祝安康 這是米粉湯,這算寶寶米粉的款式 這真的寶寶寶寶寶米粉 老闆娘,我來給我給你換這一箱 有肉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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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鮮丁嗎? 有肉嗎? 不知道,應該是老闆牛蒙魚 這裡面肉跟鮮丁嗎? 肉跟鮮丁嗎? 怎樣? 好啦,我問你而已,肉跟鮮丁嗎? 好啊 OK,吃肉了